蕭美琴為什麼以前沒有中華民國國籍 因為他 比如很簡單 因為他父親是獨派 所以他父親根本不屑有中華民國國籍 那他父親是這種心態自然也不會幫他女兒申請 所以蕭美琴其實就是一個 不喜歡中華民國 也不認同中華民國的人 但是他現在要來選中華民國副總統 你們兩個明明都不認同中華民國 然後你告訴我說 你們選你們當總統副總統才是對的 那這真的是對的嗎 那今天呢 我想跟大家談談就是 剛好游子祥教授 他有登了一個 很多年前的一個新聞 這是很多年前看待在外國媒體的一個新聞 那這個新聞裡頭講什麼呢 就是講說 有一個人 他說台灣 將不會再用 Republic of China來代表我們 講這句話的人是誰呢 就是現在要選副總統的蕭美琴 那這是2004年的時候 也就是當時 他認為台灣未來的名字不應該要叫中華民國 可能是用台灣可能是用其他的名稱 但是反正就是不要叫中華民國 那這其實蠻符合蕭美琴一貫的想法 也就是 我們都知道蕭美琴是 深綠獨派 他父親也是 台南神學院 那他們都是非常堅定的獨派的支持者 所以他們一直以來的夢想 跟他們的想法 就是要建立台灣國 那他們對中華民國是很不屑 那其實這是他們個人的政治思想 沒有什麼對錯 就是每一個人的想法不同 可是當你覺得 中華民國你根本不屑不需要 可是這個時候你又回過頭來跟我講 你要來選中華民國的副總統 就跟現在要選中華民國總統那個賴清德一樣 過去是個堅定的務實台獨工作者 台灣獨立萬歲 然後現在跟我說他要來選中華民國總統 大家不覺得這是很荒唐的一件事情嗎 這些人根本不認同中華民國 可是又要來選中華民國總統 然後問他要不要把他改成台灣國 他要說不要 那這些人不會每天活在錯亂中嗎 好很多人可能會說 你怎麼可以憑一個簡報 就這樣認定蕭美琴是這樣的想法的人 其實只要接觸過蕭美琴的人都知道 他不折不扣就是個獨派 他從小他父親灌輸給他的想法就是這樣 那如果你要看證據的話 其實最近在炒的所謂的蕭美琴的國際問題 就是一個非常明顯的證據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理由很簡單 雖然中選會已經認定蕭美琴的參選資格沒有問題 我也認為不會有什麼問題 因為他父親是中國人 所以他生下來就是中國人 這沒什麼好講 可是請大家注意喔 今天遊俗會有找到一個過去的成年往事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也就是當時疫情剛起來的時候 有一個小民不是要從大陸回來台灣 那因為他就是父母一方是台灣人 另外一方面是大陸 然後父母結婚之後在大陸生下他 在大陸生下他之後想要回來台灣 結果陳時中就不讓他進來 當時陳時中還講說國籍是你自己的選擇 大家有沒有記不記得這句話 意思就是你自己不選擇中華民國國籍啊 那你不要怪我 這是你當初自己的選擇 那可是問題是根據我們的法律規定 只要他父母有一方是中華民國人 他就是中華民國人 那為什麼小民要被迫要去選擇 他理所當然要擁有中華民國國籍 其實很簡單 就是因為單純的意識形態問題 如果小民必須要去選擇中華民國 申請中華民國國籍 他才能算是擁有中華民國國籍的話 那之前蕭美琴一直都沒有中華民國國籍 不是嗎 他是一直到他挑選立委之後 才申請到中華民國國籍 不是這樣子嗎 那問題來了 問題是蕭美琴為什麼以前沒有中華民國國籍 他是生下來理當擁有 雖然他是在日本生的 但因為他父親是中華民國國民 所以他就應該有中華民國國籍 其實很簡單 雖然他生下來沒多久 就跟他父母一起來回到台灣 在台灣也住了很多年 一直念到國中 畢業以後才離開 可是在這一段期間 他一直沒有申請中華民國國籍 也沒有申請中華民國國籍 實際上你如果去申請戶籍了 你就會有國籍嘛 那你就有身分證字號 所以蕭美琴當年才會講出來那段話 也就是說如果今天他放棄了美國國籍 美國會把他視為無國籍人士 因為他身上當時並沒有中華民國國籍 那大家就覺得很奇怪 這樣不是很麻煩嗎 你在台灣生活這麼多年 你為什麼不去趕快申請個身分證 或中華民國國籍 就解決了 很省事啊 對你在生活上方便很多 那你為什麼這麼多年 你也不申請 好就算你小不懂 你父母也不幫你申請 為什麼呢 其實為什麼很多 如果年紀像我一樣老你就知道 因為他瞧不起中華民國 他不屑中華民國 大家可能說我自己在腦補對不對 不是的 這是當時的有兩種人的普遍現象 一種就是他覺得中華民國台灣很危險 隨時可能會打仗 老共可能會打過來 我要這個國籍幹嘛 我趕快跑到美國去 因為他是有機會申請美國國籍的 所以我就趕快去美國 這是一種 這種人本省外省都有 一大堆 當時甚至我 我自己的家庭 因為我有親戚到美國去 所以當時我家本來也要申請 我還跟我媽講說我不要 她說你為什麼不要申請 有美國籍不要 我說我要美國籍幹什麼 我又不打算離開台灣 當然可能是我無知 我當時年紀很小 我當時只有國中而已 但是我就覺得 我就台灣人 我就中華民國人 為什麼要去當別國人 我也不想去國外 當時我的回答是這樣 可是當時我也知道我很多朋友同學 或是我認識的人 他們覺得能夠去美國就去美國 就是這樣子而已 這是一種 另外一種呢 就像蕭美琴這樣 理由很簡單 因為他父親是獨派 是獨派台南神學院的院長 也是牧師 他們這一派一直主張就是要台灣國 他們一直認為中華民國是外來政權 那不是他們的國家 所以他父親根本不屑有中華民國國籍 那他父親是這種心態 自然也不會幫他女兒申請 他父親自己都不屑 為什麼要去幫我女兒申請一個他不屑的國家 所以蕭美琴從他來到台灣 他本來可以擁有中華民國國籍 他不申請 戶籍也不申請 就一路帶他父母到美國去 把他帶到美國去 他從頭到尾都沒有中華民國國籍 所以當時才會有一篇報導 報導上面直接寫什麼 寫說 他是華伊美籍 為什麼會有這篇報導 因為 當時蕭美琴還在念書 好像念得不錯 那他老師 雖然知道他馬上就要去美國 但覺得他的成績應該可以考上 那考上的話 幫學校幫班級爭光嘛 然後結果就叫他去考 叫他去考真的考上 成績不錯 然後結果就有人把這個消息告訴記者 記者呢就把他寫成一篇 你看這是史上第一位 華伊美籍 然後還考上女中的 好棒棒 那蕭美琴自己顯然也非常得意 所以這個簡報呢 是他登在自己的臉書被人家發現 如果他認為自己不是華伊美籍的話 他應該當時他不會登這個簡報 應該也會 就算登這個簡報也會在下面駁斥 說我根本就是中華民國人 什麼叫華伊美籍 他從來沒這樣講過 他只是很得意 你看我那時候多了不起 顯然他不認為記者的報導有錯誤 所以當時連他自己都認為 他不是台灣人 也不是中華民國人 他是美國人 就是這樣子啊 所以 蕭美琴其實就是一個 不喜歡中華民國 也不認同中華民國的人 但是 他現在要來選中華民國副總統 這個就是現實 所以 我必須說 我知道很多人很討厭大陸 很多人覺得國台辦講的 亂七八糟胡扯 可是國台辦在評論 蕭清德加蕭美琴這個組合的時候 講他們是毒上加毒 請問一下到底錯在哪裡 你可以不喜歡他們的言論 但是 你告訴我他錯在什麼地方 這兩個就是台獨的 很明顯啊 我並不是說台獨有錯 因為台灣是個自由的國度 每個人都有主張自己的政治理念的自由 所以蕭清德要主張台獨OK的 我覺得OK 雖然我不贊同 但是OK的 蕭美琴要主張台獨OK的 但是 我們就要問這件事情 如果你主張的是台獨 你內心深處是台獨 就好像柯P今天講說 他自己內心是深綠 那你內心深處是台獨 那你又要來選這個中華民國總統 跟副總統 請問一下你不覺得自己很便扭嗎 你不覺得自己活得很痛苦嗎 為什麼要去做這種事情 那好 有的時候 我們叫忍辱負重 對不對 就是因為現在實際情況如此 沒辦法 所以我選上之後再來改變 我再想辦法把它變成台灣國 很多人也這樣做喔 那問題是蕭清德 你去問他要不要這樣做 他告訴你不要 他說我沒有這樣想 台灣不需要獨立了 蕭美琴現在肯定也不會告訴你他的獨立 問題是他們內心想的是什麼 這才是我要問 像當年蕭美琴會對國外媒體說 以後不會再用中華民國代表台灣了 那我就想請教一下 現在要競選中華民國副總統的蕭美琴 那請問假設有一天你當了中華民國副總統之後 你還要用中華民國這四個字嗎 你要用什麼東西來代表這個島嶼 代表這個國家 是用台灣國 扶穩摩沙 還是什麼其他 中華民國在台灣 到底哪一個代表台灣才對 如果你是一個中華民國的副總統 你不願意用中華民國來代表台灣的話 那請問一下 你為什麼認為自己有資格來競選這個副總統 同樣的問題也可以問蕭清德 你看蔡英文上台之後就搞了一個 中華民國在台灣 這個是李登輝那時候搞出來 阿扁那個時候中華民國後面誇胡台灣 每一個都用這種別別扭扭的表現方式 為什麼不能開大門走大陸 你就直接告訴大家你就是要台獨啊 不敢 我知道 因為老美不答應 可是 大家不覺得嗎 為什麼台灣是一個很假掰的島嶼 就是這樣 就是我們選出來的這些政客 每一個都很假掰 每一個人都不敢把自己真正心眼的話講出來 每一個人都是說一套做一套 那我們 我們能夠選擇就只有這些假掰人嗎 就只能這樣嗎 所以這是 這是我今天要去質疑蕭美琴跟賴清德的地方 也就是你們兩個明明都不認同中華民國 然後你告訴我說 你們選你們當總統副總統才是對的 那這真的是對的嗎 那我們以後下一代的台灣的年輕人 每一個人都要過這種奇怪的假掰生活 就是 中華民國其實只是一個大家都不喜歡的名字 我們是台灣 只是不得已要用它而已 是這樣嗎 這是未來台灣 台灣的下一代 都必須要去承受一個莫名其妙的狀況嗎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值得大家去省思 中華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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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